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哈尔茜 周三在阳光普照的矽谷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市场持续打横 还算平静 利息十年在见跌到4.2% 市场对于盈余的状况 对于尹哈的战争 对于前景到目前为止 持续的重整打横 还算平安 所以继续的能够看shopping season retailer到底有什么惊艳的好消息 持续观察 主播我今天要来谈谈retailer的一个观察 那就是最近非常火红的temu temu temu 软体 而且这非常便宜的 背后的母公司拼多多 昨天公告银云 拼多多 大涨21% 到今天为止 已经超过140块钱一股 今年已经涨了70%以上 为什么 这个中国为主的 网上非常便宜的 购物软体公司 在美国将近有1.4亿的用户 在欧盟 也是几乎都是各个国家download第一名 日本韩国都是如此 有什么底气 这家公司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 主播我 有三点观察 供做你的参考 第一 拼多多 的确是非常popular的download软体 购物记忆期间 transaction 增加了315% 哇 所以怪不得市场非常看重 这一家公司 因为你跟我 为了要找到便宜的东西 可以到题目去 题目 可以找得到相对比较便宜 因而 transaction的percentage 增加了315% 第二个观察 从英语的内容打开来看 上一季第三季 成长94%sales revenue 非常让人惊艳 而且特别在今年一月份的超级杯足球赛当中 他用尽了钱财推销广告 到目前为止 成为我们美国 今年download第一名的购物软体 难怪它的销售情形并不差 而且是成长持续的往上 第三个观察 从国际来讲 还不是只有美国download软体第一名 在欧盟也是几乎二十几个国家 各个都是第一名 还不只是欧盟 日本、韩国、台湾 都是download的第一名 它的非常gobalization 总部从上海搬到南爱尔兰的都柏林首都 所以从各个角度来看 这家公司大涨22%的确非常有原因 智慧的话语 那就是你当靠上帝而行善 在地为人 要以上帝的信实为良 愿意上帝赐福给你 在购物期间能够享受居家的一切的温暖跟乐趣 也一样要感谢我们的上帝 韩国县陈少豪周三 在阳光普照的矽谷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